哈喽大家好,我是个游戏在二次元的底层up主乱的 上周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 首先,终于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VIVI了 但由于之前前来的内容比较多,所以今天不但讲VIVI 咱们直接每一开三度,All Taxi,通灵王,一口气把三部饭全讲了怎么样 前方视频内涵就是我还没看过的小伙伴,请酌情观看 那首先,我们来说的就是通灵王 作为通灵王的忠实粉丝,如今我只想说一句,这反应我没看了 如果要问为什么,其实还真不好说 重制版的节奏非常快,甚至一集讲了老版三四集的内容 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大量原本的角色铺垫内容被开 这就导致人物塑造方面看起来来比较单薄 或许是因为一直看老版的关系,我已经很难站在一个没有看过通灵王的角度去看这部翻了 之前的视频里,我说过通灵王老版无论是动画还是漫画结局都不咋地 那重制版的原创结局怎么样都比老版好,现在我可能要收回这句话了 目前我一共看了四集,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甚至觉得编剧都没看过通灵王 不过再怎么说,这也是通灵王,看到叶看到安娜还是会有感慨 但今后我应该是不会再讲通灵王了,除非结局的时候惊艳到我,那倒是可以回去看看 原本是想对重制版的通灵王各种吐槽的,但花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所以就此作罢,让我们进入下一步的VV VV的第六集,那叫一个帅啊 虽然上周梅根,但毕竟发了个动态说第六集要封神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啊 话说老贼真的很懂观众的喜好啊 VV这一套套制服换的,当真是……相当可疑 回头来说剧情啊,之前有粉丝私信我说关于松本是如何确定起点事件的 这里我总觉得有个时间差上的bug,就是如果原来松本是要阻止博士结婚 那他醒来的时间点应该并不是五年这个时间点 但后来我们知道巨幅岛本来应该诞生巨今二十年 也就是旭日号最落后的二十五年 而松本说这座岛就是他清醒的原因 所以如果照这个思路去推,松本是可以根据奇异点的变化或需要 即使在改变后的世界线,依然可以在奇异点醒来 不过这里有一个情况大家要了解一下 通常科技奇异点的跨度非常长 从之前的剧情我们也可以知道,松本第一次出现和第二次出现中间隔了15年 而第二次和第三次仅仅只有5年 这说明AI发展的进度甚至远超二法世界线 华而言之就是松本应该非常清楚 他们所做的事不是在阻止AI与人类的战争,而是加快了这个进程 但VV目前应该是感觉到了不对,但并不确定 下一机β世界线也要变成伽玛世界线了 而相对应的就是AI科技更高速的发展 或者说是姐妹型AI更高速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去想 单一使命的AI没有太多思想 就像是巨幅倒了机器人 但像VV这样的自律型姐妹AI成为主流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存在AI因为意识而不攻击人类呢 所以松本给出的拯救方式并不是去消灭AI 有没有可能就是加速AI的发展 让姐妹型AI快速替换掉原本的AI呢 反正马上第七集要出来了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讨论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那么那么今天的重点要来了 我记得当时只是出了两集 我就出了剧情解析 给出了一大堆未解之谜 也预测了后续的一些推进 我觉得大家很有必要把这个视频翻出来看看 因为我感觉我可能买中了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部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如果要我来说的话就有点像是 凝靠早期的电影像是疯狂的石头之类的 就是那种一个巧合套着一个巧合 当所有事情穿在一起后形成一种连锁反应 最后导致的结果可能会超乎所有人的预期 如今的Ordel Taxi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 首先至最近的第五集为止 我们知道原来沸沸英勾和小护川早就认识 这两人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剑拔弩张 再加上英勾居然还有个顶头上司 而且这个上司的形象居然是只海牛 大家可别忘了小护川可是海象啊 之前我看到不少人说小护川有识别障碍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人是动物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但并不影响剧情 关于之前的失踪女高中生 小护川明确的上过他的车 且被送到了偶像公司楼下 甚至连英勾都说女高中生可能就是偶像三人组之一 那白狗二阶堂肯定不是了 三花猫目前是听了经纪人的话 接近猴子诗花 目的尚不明确 但和小护川再三确认了 他都说不是 那剩下的小黑猫搞不好又真的被我奶中了 然后从三花猫那边 我们知道抽有真的中彩票了 这个按照剧情来说是必然的 所以也不算奶中只是正常推论 不过第四集真的太出彩了 竟然用一整集的篇幅对一个配角进行刻画 而这个又直接对应到第三集的一个意外 更是为今后的剧情做下了铺垫和引线 之前的视频我说过还有第三方势力盯上了小护川 不过现在通过英勾一解释 那这第三方势力应该就是英勾同帮派的那个竞争小弟 从现在的剧情来分析的话 女高中生失踪事件是个影子 但并不是这整部分的主体 甚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女高中生事件应该不出两话就能解决 而随之带来的和已经造成的一系列事件 和这些事件带来的连锁反应 才是本番最大的看点 最后说一下关于要杀小护川的那个浣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杨图护士曾经给过一个橡皮擦 而这个橡皮擦可是浣熊心中的一大怨言 当之后的剧情浣熊发现小护川的橡皮擦 那就会直接联想到小护川就是地区十一 那会引发多大的惨案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同理杨图护士是哪来的橡皮擦 也是值得深思考虑 不过话说回来 杨图的那带巴西战武器 只不要太搞笑 好最后来总结一下 首先Vivi那绝对是霸权级别的作品 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几乎每一集都能让观众产生思考 这一点作为现在的番可真的太不容易了 而至于AutoTaxi 我想说如果不是因为这番的受众群体少凑 目前的剧情角度来说 甚至可以完全超越Vivi 原本四月原创里 我就主要对这俩抱有希望 目前来看这两部作品 真的是给我惊喜不断 我就坐等他俩风神的那一天 喜欢本期视频小伙伴 千万不要忘记 关注弹幕三连支持 我是Red 我们下期再见 拜了个拜